黑色上衣男子往急诊室走去 医护人员慌慌张张跟上去 袁警也赶紧制止 急诊室里男子情绪激动朝袁警大声叫嚣 接着冲向一名女子继续大呼小叫 女子反应冷静 甚至和袁警一起安抚这名男子 5号凌晨4点多 一对情侣本来在酒吧喝酒 几杯黄汤下肚 情绪激动起来 两人发生争执 女友受伤自行就医 男子突然后悔心疼起女友 就跑到医院急诊室说要探视 但被警卫挡了下来 没想到这名男子不但把口罩脱掉 硬闯进急诊管制区 还开始大吼大叫 院方马上打电话报警 袁警到场他还是不愿意配合离开 继续对保全呛吓 严重影响到其他病患 袁警强制将他上铐 男子不想配合 直说自己什么都没做 我在这边我没有想到医疗行为 我说没有 我只是在这边而已 警方到场了解后 发现该男子 泥醉失控 恐有影响其他病患 及医护人员安全 将其带回派出所管束 待其稍微清醒后 再通知家人 将其带回家休息 事后警方对他实施酒册 酒册值高达0.91 喝了酒和女朋友吵架 还到急诊室大闹一场 甚至在疫情这么严峻的状况下 把口罩脱掉 让募集的病患 以及医护人员都好傻眼 TVB的新闻 高志宏 周永轩 花莲采访报导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 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